回眸历史瞬间 在线经典传奇 探究军情内幕揭秘背后故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周的军情时间到 我是王岩 本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回顾 解放战争初期的一场 经典战役 来吴战役 我们将时钟的指针 拨回到73年前 1947年解放战争初期的 山东来吴 1947年2月20号到23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 在陈毅 肃毅的指挥下 在山东解放区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歼灭战 这次战役 仅仅历时三个昼夜 共歼灭国民党军5.6万余人 解放了13座县城 打破了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的计划 而且使渤海 鲁中 郊东解放区 连成了一片 稳定了山东解放区的大局 为夺取全国解放 积累了宝贵经验 五万多敌军全军覆没 来吴战役的伏敌数量之多 兼敌速度之快 我军付出的代价之少 都创造了解放战争 开始以来的最高记录 堪称战争史上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的罕见奇迹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来吴战役胜利的如此迅速 胜利的背后 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下面有请军事专家 董宝存老师 好 今天我们讲来吴战役 1947年1月的时候 鲁南战役结束 华东的主战场转到了山东 1月23号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 华东部队进行了统一整编 由山东业战军 华东业战军和山东军区的主力部队 组成了当时的华东军区和华东业战军 陈毅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 并且是前委书记 苏毅同志任副司令员 谭正林任副政委 陈诗举任参谋长 这次整编之后 华东的部队总兵力 大约是27万5千人 这个时候 蒋介石的目光 也集中到了山东 集中到了山东省的林役 那么国民党军同帅部 制定了一个叫鲁南会战计划 这个计划呢 就是在龙海交际 金浦三条线上 调集23个整编师 53个旅 31万人的兵力 采取南北两个集团 对近加级的战术 企图把花野消灭在林夷附近 为了完成这个鲁南会战 蒋介石亲自坐飞机到虚州部署 并且派了他的参谋总长陈诚 坐镇虚州指挥 蒋介石当时说 党国的成败 全看鲁南一一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我这里有一本 1982年出版的 《莱坞战役》的资料选 这里面有一张 当时的敌我的态势图 这个图是这样 这个时候 国民党军的部署 它是这样的 南县以国民党军的 整编第19军的军长 欧阵 指挥8个整编 10 20个旅 组成了个主要突击地团 就是说 他的主力在南县 准备北范临翼 而北县呢 它是以国民党军 第二绥靖区的 所谓副司令长官李县州 指挥三个军九个师 组成一个辅助攻击地团 南犯来武心态 企图南北夹击 集结在林毅的 这个花东的野战军主力 迫使花东野战军呢 在这里和他们决战 而且也就是想 就在林毅这个地方 吃掉花东野战军 1月31号 这个南县的国民党军呢 就开始北范了 他采取一种什么呢 叫集中兵力 稳扎稳打 七头并进 避免突出这样一种战术 他就是这几个部队 联合在一起往前推 最近的距离的时候 每天啊 他们只前进五六公里 我不急着要往前冲上去 而是要七头并进 这样呢 本来我们这个花东部队啊 善于做的那个集中力量 消灭敌人的那个战术啊 在这个地方就找不到战机了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的北线 这时候也开始向南运动了 那么就是 李先舟这个集团呢 开始向来吴进反 到2月4号的时候 当时12军 国民党的12军啊 就占领了来吴城 根据这个敌情的变化呀 陈毅 肃毅等领导同志 进行了反复的切磋 反复的商量 这个北线敌军呢 他相对来说呢 兵力少 战斗力呢 也相对的弱 如果我们这时候放弃敏意 主动隐蔽北上 先消灭北线的敌人 那么既可以让南线的 敌人的强大的兵团 无用武之地 又可以出其不意的 消灭北线的 李先舟集团 粉碎敌人 这种南北夹击的 这种企图 这就是后来我们 常说到的 陈毅当时提出来说 叫舍南取北 这个夙域啊 当时所说的 叫弑行于南 兼敌于北 在前线 负责军事指挥的 素语同志 马上制定了 北上兼敌的作战方案 把这个方案呢 上报到中央军委 那么中央军委 批准了华野的这个方案 到了这个 2月15号的时候 我们这个南线的部队 完成足迹认为后 他们就主动放弃了林毅 这个时候 欧阵带领的 国民党军的南线集团 轻而易举的 就占领了林毅 他们占领林毅以后 马上就向 在虚州的蒋介石 和陈诚 报决了 这个 他们在这个地方 说 消灭了 华东 共军 15个旅 这个事情 对于当时的 蒋介石和陈诚来说 可以是大习过往啊 认为我们 华东的野战军 放弃林毅 是因为自己 伤亡残重 不堪再战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严令 北线的李宣书集团 你们要加快前进 加快前进 尽快实施 南北加级计划 歼灭 这个 华东野战军 在林毅地区 其实啊 放弃林毅 正是中央军委 和华野的 一招好棋啊 早在 在1月31号的时候 中央军委 在华野 给华野的 赋点当中啊 他就说 说敌 越深进 越好 我打得越迟 越好 只要你们 不求急救 并准备 于必要时 放弃林毅 则此次 我必能胜利 不计较 以成以敌的得失 在运动中 大量歼敌的 这样一种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啊 我们华东野战军的 主力 一 四 六 七 四个纵队 这个按照 作战计划 银毙 坚称北上 汇通已经 从交际线南下的 已经到达 泰安 西南地区的 八纵 九纵 十纵 这就是三个纵队 四个加三个 一共是七个纵队 向北运动 那么为了保守 部队的秘密啊 这个行动 一定要搞得 非常隐秘才行 华野从来没有宣布 说每天 我从哪里出发 到什么地方 肃营 这个命令上全没有 总是从 太阳下山的时候 开始出发 一直走到 第二天太阳出来 所以当时 我们这个队伍当中啊 我们这个 说性军方案的时候 经常见到 这样的词 就是从日落村出发 到天亮村 天亮庄 肃营 我们大家看到的 那个 以 莱武战役为背景的 这个南征北战 当中就很好地 体现了这一点 1952年拍摄的电影 南征北战 是上海电影制片厂 在新农国成立后 拍摄的第一部战争片 这部电影 就是取材于 解放战争中的 华东战场 展现了人民解放军 正确运用 毛泽东运动战的 战略思想 班长 这个方向跑对 是 这个450里路 跑得不严慌 这就叫运动战 南征北战这部电影 可以说充分地表现了 我军当时在运动战中 消灭敌人的 这样一种典型范例 国民党军 战领临翼之后 陈诚认为 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位 机不可事 事不再来 于是 给李宪州发电报 将他们加速前进 这样便于夹击 华野部队 2月16号 在济南的王耀武 这个时候已经判断出来 这个花东野战军的主力 可能要改变作战方向了 向北去了 于是他给这个李宪州 下了一个命令 要他们全线后缩 但是他这个命令 陈诚不同意 明确地表示不同意 那么这个时候 李宪州集团 就在来吴和周边地区 进进不适 退退不适 因为上层的两级指挥机关 他们发来的电令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战机 也就是来吴战役 这个战机形成了 那么来吴战役的这个第一枪 是在哪里打响的 是在什么方向上打响的 这里我们也要说一说 其实呢 这个来吴战役这个地方啊 第一枪啊 并不是在来吴城内打响的 而是在来吴的东北方向 30公里处的一个叫贺庄 还有一个叫普通村的地方打响的 这也就是后来咱们在战史上 说的那个叫青石关负极战 这个地方是当时的国民党军 七十七师从张点波山南下 这个往来吴去的 和这个在来吴方向的七十三军呢 他们会合的一个比镜之路 就在2月19号的晚上 11点的样子 这个花东野展军的第八宗和第九宗 他们由四个师进入到了这个贺庄和普通村 那么准备啊 腹肌从东北方向而来的国民党军的七十七师 在这里打了三十多个小时啊 可以说打得也很激烈 最后呢 这个国民党军七十七师的师长 天军建被击毙了 副师长陈云武率领的大概有三百多人 就跑回济南去了 其余的全部被歼灭了 可以说来吴战役的首战告结 首战告结之后 紧接着来吴战役的第二枪又打响了 1947年2月20号晚上8点 华野六纵兵分两路进攻吐司口 杀入阵内后 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当时吐司口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是一处完全堡垒化了的极镇 李先州南京集团把这里作为支撑点 在这里储备了上百吨的弹药 及数十万斤的粮食 现在在莱武战役纪念馆里 还保存着当时城门的模样 莱武战役纪念馆内 有许多当时在吐司口血战的时候的照片 吐司口这个地方经过了一夜激战 其实也没有能够攻下吐司口来 但是他扫清了吐司口外围 华野的石宗这个时候占领了锦阳关 这个时候华野的依宗的任务是主攻莱武城 这个依宗就是叶飞带的咱们后来的二使军 当时能不能把国民党军围困在莱武城内 是战役能不能胜利合围 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 就在2月20号夜里 华野的依宗在叶飞的带领下 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战 这个随机占领了称西的小曹村 西北的安乐山 北面的小蛙等地 第二天国民党军发现自己被包围了以后 就开始了疯狂反扑 在小蛙这个地方打得特别的激烈 21号早晨 国民党军的73军主力44团 分别从城里和矿山两面 向小蛙发起攻击 这个我们华野的一众一师一团 一连的全体直战员 那可以说是和敌人拼似血战 应用顽强 在这场战斗当中 这个一连的连长指导员相继阵亡 这个一连在这里 硬是坚守阻击打了六个小时 到战斗结束的时候 这个连队可以说是140名直战员 只剩下了36个人 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战死在火线上的 那么战后 一连被授予集体大功一次 同时授予他们人民功臣第一连的荣誉称号 李先舟在这个时候 他接到了王耀武的撤退的电领之后 他就要求当时在称东南的46军 也就是韩脸成那个部队 在23号的火晓 作为东路掩护撤退 他要从莱鲁城撤出去 这个时候呢 46军军长韩脸成啊 则托刺说 他们正在和解放军进行激战 交绝在一起 以示没有办法脱离 李先舟呢 唯恐野长蒙多 最后就决定 23号的早晨六点 韩脸成你这个部队 无论如何要赶到这里 我们一块撤退 结果到了23号清晨 这个李先舟计算的两个军 和前线指挥所 都已经集结完毕 准备突围 韩脸成这个时候却找不到了 他离开了这个他的指挥位置 谁找不到他哪去了 这个李先舟啊 他只得等这个韩脸成 这一个军啊 四十有军嘛 就不得不在原定突围事件六点 改成了八点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后来他们都说 这正是一物战机的两个小时 这个在李先舟这个集团 准备突围的这个关头 这个四十六军的军长韩脸成神秘失踪 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整个北县这个李先舟集团的全军覆没 那么四十六军这个军长韩脸成 他是个什么人物呢 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呢 韩脸成将军呢 是深入龙潭虎穴的四大川七将军之一 后来啊 蒋经国曾经说过 说这个 韩脸成是在总统身边 也就是在蒋介石身边 隐藏时间最长 最隐秘的一个隐形将军 1908年 韩脸成出生在宁夏雇远 一个贫苦的牧民家庭 17岁从军 曾在冯玉祥将军的部队参加过北伐战争 坐镇勇猛屡历战功 1929年 中原大战拉开序幕 1930年5月31号 韩脸成率兵击退了郑大张的骑兵团 救出了被偷袭的蒋介石 取得了蒋介石的信任 并有意培养成他的心腹 于是 杂牌军军官韩脸成 慢慢成为了中央军将领 来屋战役爆发前 华东野战军已经与韩脸成接上关系 先后派魏文博 书童杨思德与韩脸成见面 杨思德留在了韩脸成部做联络工作 2月1号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周 下达了占领心态来务的命令 韩脸成随即将情报告知华野 2月14号 陈毅率领华野 咒服夜初到达蒙茵地区 20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来务 李仙周大惊失色 于21号晚召开高级将领会议 决定22号早八点向北突围 但韩脸成却以部队集结需要时间为由 推迟一天 由于当时韩脸成的46军是突围的主力 李仙周无奈只得同意了韩脸成的提议 23号一大早 集中在莱坞成立的李仙周总部 及73军46军 均按命令到达指定地点集合完毕 待命向北突围 他们当时是预定6点钟出发 可是到了出发的时候 这时候找不到韩脸成了 找不到军长了 这46军他怎么指挥 谁来指挥 这个时候李仙周只能命令 他们赶快去找韩脸成 但是找了半天 也没有找到韩脸成的踪影 以军之掌没有了 这个时候他只能到八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突围了 韩脸成这个时候他到哪里去了呢 其实这个时候 韩脸成带着他的一个警卫牌 就离开了李仙周总部 他被央斯德转移到了 来物戏关的一个我们地下党的一个联系点 他是一个商店下面的这个地下室里躲了起来了 这个46军由于没有主帅了 那么一定是一片混乱 那么李仙周呢 他这个指挥也就没有办法 这么指挥下去 成功地拖住了这个73军的主力 使我们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花野部队 他用强大的这个火力 然后把这个被拖住的73军 给他冲了个七零八落 很快这个部队溃不成军 即将到下午五点 李仙周集团全军覆没 至此 来物战役 李仙周覆伤被俘 落下了帷幕 1947年2月23号下午的五点 经过仅仅三个昼夜 战斗就基本结束了 紧接着 华东野战军成胜 占领了交际县西段 和他两侧的十余座城镇 控制铁路线200多公里 取得了此次战役的完全胜利 得知华野 仅用三天时间 就把盘踞在来物的国民党军队 全部歼灭 并活捉 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 李仙周的惨败消息以后 时任国民党省主席 第二绥靖区司令的王耀武 大为震惊 他怒骂道 五万多人不知不觉 三天就被消灭光了 就是放五万头猪在那里 叫共军抓三天 也抓不完 来物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作战史上运动战的光辉范例 使世界军事史上 一百个经典战例之一 1997年 政府在原来物革命历史林园的基础上 改建成了来物战役纪念馆 馆内保存了来物战役中的大量文物 字画以及照片等资料 供后市参观纪念 好了 我们本期的军情时间到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也欢迎您给我们留言 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咱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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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者 杨范图 转发 者 杨范图 杨范图 凰之冠